外国安全、非国土安全、外国安全、内国安全 还有一些传统的,比如说经济安全 那如果要是比如说楼里面有浓烟 我们应该做办法 看看具体是哪层楼着火 如果火是不大的话 可以先走进门口 摸摸门把手的温度高不高 如果温度正常就可以出去 如果说是路都堵死 人家就是出不去 可以朝窗台下丢枕头 一些大的物品 这样会让别人发现 要时髦进入路入口 保证自己安全的以后 要尽量把那个易燃物都从火源那儿移开 如果我们看到热火饭冻火的话 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记下它的面貌、容貌 然后去警察局报案 国家安全人人有格 国家安全人人有格 好 不容易 那儿 好